好 我们看一下什么是AOP啊 这个AOP之前我们说了很多了啊 已经说了好多了 AOP面向切面变成是面向对象变成OOP的一种补充 面向对象变成是从静态角度考虑程序的结构 而面向切面变成是从动态角度考虑运行的过程 也就是说这里边主要有一个动词叫什么 支入 是不是啊 这个支入的过程是动态的 怎么说是动态了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底层是不是使用的动态代理啊 你运行的时候是不是给你产生这个代理啊 也就是说这个代理是在运行的时候产生的 那就意味着我的这个切面 我一直说这个切面 切面是什么 切面就是我们的交叉业有逻辑 这个切面也是在运行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给你插到里边的 给你切入到里边的 给你支入到里边的 它是动态的 而面向对象变成 大家知道面向对象变成 它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原本 面向对象变成和谁是对的呢 面向过程变成 什么是面向过程 咱们以前学加拉基础 讲面向对象之前 你们写的程序 就是面向过程的 这里边没对象 写来写去 都是定一些硬陪性的变量啊 什么float啊 什么double啊 这里边没有其他变量 大不了有个fishing啊 cate作为基本类型来使用 是不是 学完面向对象了 我就开始啊 老师就开始给大家 我扭了一个cat 我是不是 我弄了一只猫 一会儿啊又是 我扭了一个dog 是吧 然后又说这个cat和这个dog 都是谁啊 我给他抽抽抽 都是animal 是不是 这里边是不是就有类了 那你再怎么看 大家这样 你这个类 它是不是也是 把我们的硬陪啊 什么double啊 什么float啊 这东西 给你包装在一块 打包了吧 其实相当于打包了吧 对不对 打包了 诶 放成建一个对象啊 以后你拿的时候 直接拿这个对象 是不是就把这几个树 一块拿走了 这就是面向对象 所以面向对象 它是从程序结构角度 考虑的 是静态的 而AOP 是从动态 运行的过程里面 考虑这个问题的 所以它是动态的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 AOP啊 至于 至于一下 刚才说过了 呃 这些 百度百克里边 给出我们AOP的 这个 诗条啊 感兴趣 自己看一下 那 这就是AOP的 简单的介绍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